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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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早上听不懂的我问一下带你来的那位 刚才我看到李宗盛博士的服务人士的领导 也提醒了我很多 其实爱多美的系统没有什么问题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了解吗 最后剩下来什么 什么问题 自己的问题 人的问题 好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隆焕 跟大家问好 我是生长在韩国的韩国华侨 我爸爸是华人 我妈妈是韩国人 所以我当然跟着爸爸的国籍 所以我就变成华侨 那华侨呢 通常在韩国 都是从事些 什么行业 各位觉得 参与业 参与业 这是我 我读过的学校 学校 那这是华侨学校 三十年后 前两年我去了一趟韩国 去学校 拍个照片 以前在学校是足球队的 一个守门 现在看起来很大 那个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大 可能跳舞起来了 再来 大部分从事什么 餐饮业 在韩国 中华料理 在韩国的是国民美食 知道吗 尤其哪一个 什么 什么面 大家知道吗 我们爱多美有在卖 杂浆面 我都口水要跑出来了 我吃了一辈子 现在回大韩国 一定要吃一碗杂浆面 没有去的话 就等一次 好像没有到韩国的感觉 一个小baby 生下来以后 会讲话的时候 第一句讲什么 家讲 什么 叫妈妈 叫爸爸 那是台湾 韩国 韩国叫炸浆面 第二句话 叫什么 糖酥肉 这两个是韩国人最喜欢的食物 所以华侨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有没有好生存 非常好生存 所以我们其实 读的是华侨学校 出来以后 做什么最容易 做餐饮最容易 所以大部分 去从事 从什么 餐饮夜 或什么 去当厨师 当厨师 当厨师的话 会不会 餐饮夜 会不会很热 会吗 会吗 那晚上通常想怎样 喝个啤酒 涼涼的 过瘾 黄糖下午会怎样 精神都不正常 所以这个是韩国华侨的一个 大部分的写照 不是这里面也有到台湾来 读书读得很好 但是那个是非常少数的 因为好像台大医学院的也有了 不是没有 而说这个是极少数 那大部分 那我就是那个大部分的 那个里面之一个 了解吗 那最近我一个同学叫李莲弗 他蛮有名的 在韩国 韩国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电视节目里讲什么 隐私的这种娱乐节目 对不对 在那边满魂的 现在连泡面 拉面这种都有他的照片 这好像是华侨之光 那现在华侨还有什么职业 最近观光业非常的盛行 对不对 所以华侨有什么 华侨是双生态 第一个会讲韩语 会讲中文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就去当导游去了 这个就是华侨的一个写照 所以华侨很少会参与在哪里 韩国的经济活动 所以我到马来西亚 有一次有机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发现那边的华侨 我们那边的华侨 怎么两极化了 马来西亚的很多的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大企业 都是由华侨来 华侨来这个 推出来的 华侨来造出来的 但是韩国华侨怎么差这么多 觉得 所以那个华侨 这个华侨就是很多都不一样 那我们有一个梦想 那什么梦想 学校出来也要想带个领带 穿个西装 上班是我们的梦想 最下面的也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跑业务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有机会吗 其实很少有机会 尤其我这个年代 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也没有崛起 中国大陆 对不对 所以呢 华侨的地位 在韩国算是什么样 就是在那一个圈子里面 打转是韩国华侨的地位 所以不要讲什么 企业活动啦 经济活动啦 什么股票啦 这些都是门外 那对什么组织行销 什么船子销 根本是完全不懂的 不懂 所以呢 我前两年去韩国以后 找了一些同学跟他们谈 谈了有发生什么问题 知道吗 我去韩国回来 回来的时候就变火星人回来了 他们把我看成火星人 因为我跟他讲这些 好像是我的 我可能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 对不对 所以呢 大部分都听不懂 了解吗 听不懂是因为我讲不清楚啦 对不对 他们很聪明 好像是对牛什么样 很奇怪 那感觉像我们的华侨在那边怎么样 像井里之蛙一样 所以呢 我那边有一只小狗狗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一只小狗 很可爱 哇 耳朵竖起来 很聪明的样子 你觉得他会选择哪一个 一边是黄金 一边是牛肉 你觉得哪一个 牛肉 蛤 牛肉 哇 你们心事实在太狠了 怎么可以 把我们看成这样的人呢 实在是会吃牛肉啦 没有错 了解吗 所以 没有这样的一个视野 这个不是我看扁 我们的华侨 不是这个 而是说 这个环境造就这样的一个族群出来 所以呢 那个 我爸爸呢 一辈子在韩国 他在韩国过世了 过世的前一年啊 他愚重心长的跟我妈妈讲 唉 以后啊 因为我兄弟姐妹已经都在台湾了 他说以后啊 不要住在韩国 回自己的国家会比较好 但是他一年后过世了 过世以后呢 我妈妈跟我 就再过两三年就回到台湾来 其实我现在可以感受到 我爸爸的那个心 了解吗 他觉得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环境 就是这样的一辈子 就要过这种生活就好了 了解 他看到这一点嘛 所以呢 他鼓励妈妈呢 就带我一起回到台湾来 自己的国家来 所以呢 我就来 那个时候是1983年 那个时候几年了 民国72年来到台湾到现在 来了以后呢 做了很多事了 来台湾做什么 第一个要生存嘛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圆环那边 开了一家牛肉面店 叫牛肉面大王 大家你觉得那个时候 卖那个韩国烤肉会卖吗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也没有韩剧 对不对 是因为有韩剧啊 所以韩国的料理 开始慢慢出名 对吗 那个时候是韩国人 看那个五虾店的时代 了解吗 什么那个 我们看这个台湾 都是台湾的明星在那边 台湾的那个影片 在那边走红的时候 就像现在的韩剧一样 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做什么 只能迎合台湾的口味 做牛肉面大王 那么外行的 了解吗 结果做七个月就倒闭了 倒闭是应该的了 根本就不懂嘛 做出来的客人吃起来 我觉得那些客人 好可怜啊 真的 怎么能吃这种韩国来的牛肉面 结果还请了师傅做牛肉馅饼 结果我妈妈七个月得了心脏病 知道吗 因为牛肉馅饼卖不完 天天都要把它吃光 就这样子 以后呢 又去做什么 继续要生存嘛 对不对 还能做什么 所以呢 出去外面开始 在食品街有摆锅摊子 了解吗 到这个 那个时候也叫巴尔可 大家知道吗 在新门町那边 也卖过鞋子 以后呢 觉得不错 不错 所以呢 又跑去哪里 顶好摆摊子 摆地摊 摆地摊的时候 我负责什么 知道吗 大家知道以前地摊可以 那个顶好可以摆地摊吗 那边最重要是做什么事 跑警察 一旦有一部警车来 就要跑了解 锅子拉的长长的 那个警车也不是每一个警车都抓 只有一个号码 现在我忘了那个号码是几号 应该是要记得才对啊 那个是最恨那一部警车 以后也过过这样的生活 也因着我喜欢踢足球 在球场就开始建立了人脉关系 以后呢 球场里面有 在台湾讲大的韩国人知道吗 哇两个一碰面就 哇两个是变好兄弟了 也会讲韩国话 也会讲中文 两个这样参着讲 结果呢 他就把我带到什么 唱片公司 大家听过水晶唱片吗 有 有水晶唱片 是这个500也是从那边出来的 了解吗 很多歌手是从那边出来的 但是呢 一旦有一点出名 就大公司就把他唱走了 所以呢 在那边呢 也做了几年的 这个业务的工作了 业务的工作 以后呢 还是一样出来 出来以后呢 就转转到哪里 到了高雄 高雄以后做什么 在菜市场卖水饺 大家看我 看起来有没有 现在很多人看我都觉得 还蛮像教授的 我是从来到台湾以后呢 走过人生最谷底最底层的 是因为遇到的爱有多美 遇到的爱有多美 那等一下我把这个 跟大家一一道来好不好 因为今天是讲成功制度嘛 对不对 没有成功还好 成功把这件事情 全部不对我讲出来 以后在高雄嘛 这个 在菜市场 卖水饺 卖了两年 连鞋子都买不起 因为我动作很慢 知道吗 有一些人我动作很快 我包一个水饺 动作很慢 以后一天也包不了几个 又很便宜 所以包完一天也没有卖多少 搞了两年也是很穷 所以我妈妈建议我 你二姐卖衣服卖得很好啊 你要不要跟着二姐去 金一些衣服卖啊 所以我回到台北来 我妈妈从口袋里面 淘了两万多块出来 你看儿子你看 这么可怜 有没有 两万多块出来 跟着姐姐去批货 到松山去批货 到高雄去卖 那第一次 那个送卖衣服要怎么办 需要车子嘛 我就跟朋友买了一部车子 那车子非常精彩 是送牛奶的车 台脓的车 而且已经不知道开了多少年了 刹车这边都已经烂到 有没有 绣到有 重一点 那个脚龜 就跑不到外面去的那种 一万多块买了 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的车 会有什么车子啊 要开到这个菜市场以后呢 人家以为送牛奶 里面是拿衣服出来的 刚开始也没有胆 所以跑到巷子里面坐 巷子里面坐 因为菜市场巷子里面 找了一个位置 要注意一个位置坐 结果呢 两三点还不错 因为从台北来的衣服嘛 结果第三天那些 箱子里面的所有的 欧巴桑都买光了 以后第四天 就没有人了 就开始跑出来 就正正面对那个什么 面对 进入到 这个丛林里面 开始真的在打仗了 以后呢发现什么 发现自己是 卖衣服的天才知道吗 真的 各位 以后呢 他们就在那边开始慢慢 开始茁壮 一天啊 真的好都是一天 一个早上三个小时 可以卖十万块 菜市场是以前啊 以前那个是经济好的时候 现在可能很难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 在刚好 好 好 房子也买了 车子也惯了 对不对 刚好过小孩平稳的生活 所以又有一件事来了 我这个太太的朋友 从台北拿了两袋东西下来 什么东西知道吗 各位 传销公司的东西 因为我太太 极力教我做 你那么辛苦啊 你要去做 我完全不懂啊 完全不懂 只听到一句话 就是什么 她说 做店面就好像囚犯一样 关在店里面 哇 我听到这个 我是不喜欢关在一个地方的 到处喜欢跑的人 因为做生意嘛 只能关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呢 听到这句话 我就一下就栽进去 就两年以后 三年以后 怎么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房子也卖了 车子也不见了 到处老婆也不见了 好惨啊 真的非常惨 惨不忍睹 那就只好又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来以后呢 又有机会做生意 以后就做什么 连锁店 那连锁店 以前呢 我们在土城呢 开了一家店 第一个月 第一天呢 卖了两千多 我说我是卖衣服的天才就店 不到三个月 店里面的员工 本来只有夫妻两个做嘛 店里面的员工就变成三个 六个月的时候就变成四个 九个月的时候 员工就变五个 一个店呢 一个服装店 一个月将近做 将近两百万的生意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店里面是满满的人 这是我所卖衣服天才嘛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留恋的商务 这个 我应该可以 这个实力可以做连锁 了解吗 所以连锁 跟兄弟姐妹 联合起来 开了连锁店 以后五年以后 又倒闭了 倒闭了 解散了 解散了 做不下去 因为实际上这个企业头脑太怎么样 没有这个实力 刚才李正英博是讲什么 资本力 对不对 他讲的资本力 不是讲钱的资本力 是要拥有知识 没有那个资本力 所以呢 做了五年 真的是倒闭了 倒闭以后呢 又又又负债 对不对 又负债以后 那个时候呢 就是遇到了哪 遇到了谁 遇到了爱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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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土神的殿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 去过 那个时候在土神 必须是观光景点之一 了解吗 在这个桃园 新竹 这一带的人 很多客人 那当然台北不会来 台北来到这边干嘛 对吧 那不过 在桃园 新竹这边 很多客人会来 来以后 他们说什么 是他们讲的 不是我讲的 道徒称来有三个景点 那个景点之一 就是以乐390服装店 有一点自豪 所以你看 这边有配的衣服 大家有看吗 大家有看到这个衣服吗 这个 这个衣服 有没有很漂亮 这是我搭配的衣服 都是我在搭配衣服 我在系衣服 大家觉得多少钱 这一个 一乐390嘛 一乐390嘛 对不对 蛤 390 390 有这么便宜的货吗 感觉 这么便宜的货吗 感觉 这是大家的眼睛 这么漂亮 290 对不起 290 290 再来你看 这边有配的衣服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很漂亮 这都是我配的 这个觉得外套多少钱 390 可以看到了 这边最贵的是 这个腰缝最贵 腰缝卖500块 里面的衣服卖390 了解 所以就这样 骗了很多客人 就这样 衣服就是搭配的好 整理的好 有没有把配色 搭好 搭配好 真的生意蛮好做的 而且 模特儿是用什么模特儿 高级的模特儿 所以这里面 有没有一点点的 那个 有没有一点点就是 而且 我 以我的良心 现在在爱多美的良心来讲的话 有一点 有点欺骗在里面 欺骗大家的眼睛 了解 模特儿 是这个 专柜的模特儿 配上 390的衣服 有没有感觉比较高级 而且烫得很挺 有没有 后面抓的 其实 我们刚开始 不敢给客人穿的 你知道吗 看起来很好 客人一穿 就不是样子 以后被客人骂到 不能不是穿了 以后才给客人 好不容易才 因为穿了以后 几乎都不会买 那我的一生呢 就刚才讲的一样 不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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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天 我到韩国去 在2011年 7月8日 因为照片上 有一个日期 所以打上来 去韩国之旅 这个是因为我儿子 说 有一个便宜的机票 你去 要不要去看看 这就是命令 知道吗 我说便宜 我去韩国干嘛 也没有什么事啊 去韩国 他说 妈妈真的很便宜 你要不要 便宜是多少 他说 我到五千块 买了 我到五千块 马上买了 买了 我就跑去韩国 找一下老朋友 老朋友呢 就这个 这位 这位 这个照片 这位 这位就是我的老朋友 已经20年的朋友了 他说 他就请我吃一个烤肉 烤肉 吃了烤肉 我都一辈子就被他骗走了 这个是明天有成功学 也要去看看嘛 我什么都不懂 以后 好啊 我反正我是 有一点这种拱呆拱呆 搞不清楚状况 随便说好啊 心软嘛 人家邀请我去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这个是去的路上 还下雨 我说干嘛来啊 就是 现在的王冠大车 带着我呢 带着我开车 那个时候两个人 只听到心跳 不知道聊些什么 你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以后呢 到这边以后 看到很多车子 那个游览车也很多 所以就问他 这边是办什么活动 办那么多 那么多的公司来办活动 结果他说 没有 只有一家爱多美 因为下雨啊 在外面排队 我也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 下雨 因为现在想是 因为下雨 才会排在里面 不然都排在外面 为什么要排队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这个 你看我拍的 你看 很长 有没有 很吃中饭 一日研讨会是吃完中饭办的 像台北的一日研讨会一样 你看 那我又去排队 我又去排队了 你看 排队以后呢 进去 吃到这一个 排了四十分钟 吃到这一个 我说 在台湾 随便吃都比这个好 当然 那个时候 是我这样想 了解吗 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爱多美 什么叫爱多美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叫我 你要去去看吗 反正人家亲户吃烤肉 所以不好意思 好啊 就去了 去了以后 吃进一个 我说 那个汤里面 撈不到肉 你知道吗 这几块泡菜 在台湾真的 随便吃都比这个好 对不对 事实上 以后才知道 爱多美 十月内 把钱 花在高构上 对不对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那是以后才知道 那个时候当然不了解 以后呢 就是 就是母子党 我说母子党 怎么会来建议的 我被疑问 就是母女党 那个 那个妈妈 现在已经皇家大师了 她女儿也是已经没位大师了 那个时候好像不是 这个是在这边 开始以前 大家在这边 有没有 这个是练习 宣誓 宣誓 这个董事长上来了 董事长 有没有看到董事长 太远 太后面了 知道吗 那个时候 只有一个抢地在办 现在大家知道几个抢地吗 九个抢地 现在 对不对 这么多年 这几年的时间呢 成长了这么多倍 九个抢地 而且比这个抢地的人还要多 其他的抢地 都是比这个抢地的人还要多 那孩子现在就是主抢地嘛 还是继续在 主抢地 好 那董事长一句话 打醒了 打醒了 行什么 有通业没什么 只要好东西啊 便宜卖人人都会排队 大家觉得呢 但是爱多美不只便宜卖而已 还要做什么 还要把奖金分享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爱多美 那这一个什么 成功学院的痛苦睡觉地方 在台湾是睡在床上 对不对 我在韩国都睡十个人 你知道吗 有时候不小心踩到那个脸啊 了解吗 我就睡一睡 人家的脚趾头 再插在鼻子上掉 在台湾太享受了 了解 还有人是不满意 很不满意的人 快点送到韩国去看看 要不要 头背踩一下 好 因着这样呢 我就在那边听懂一句话 就是说 有通业没什么 东西好便宜卖 人人都会排队 所以呢 他们就塞很多货给我 我都不好意思知道吗 但最后还是照算钱 我以为是送我的 你看我的心态度不好啊 你知道吗 这是占人家便宜 结果把我带到韩国去 韩币全部被他骗光了 以后带这些产品回来 我也不懂啊 就带回来以后呢 跟姐姐他们开始把钱捞回来 哎 我是你弟弟 这个时候是我是你弟弟 我是你哥哥一千米多姑娘这样子 女朋友都卖给他们 我姐姐说 年车就说 哎呦 这么便宜的货哪敢用啊 我说 这是用香袋的呢 啊 结果 我就抢破他 我是你弟弟 这个时候弟弟就懒了 结果他就勉强买去了以后呢 他说好了 反正你去了 去那边 你也带一些产品来 好 我永远会看 所以我很感谢他 用来用 大概三四天有打电话来 罗汉 不错呢 我因为是便宜货 低碳货 但是不错 很好用 很保湿 了解吗 因此这样 我的信息就开始大升 信息就开始大升 还有益胜菌 我太太 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跟那个 谁啊 那个 我韩国的上前来台湾 给她吃益胜菌 我太太说 有感觉哦 我打电话来说 这个产品真的不错 所以开始慢慢慢慢天广 但是天广的过程里面 又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韩文 中文资料了解 都是韩文 朋友说 你给我多久 我都看不懂啊 你要让我知道啊 就开始什么 埋头苦翻 埋头在那边翻译 一直翻译资料 那名字要怎么取啊 也不知道怎么取啊 就跑到去城市 当舰铁 知道吗 在那边偷一些目录来 以后 啊化妆水要什么名字 化妆水 还有什么 乳液啊 什么什么名字 要美化一下嘛 对不对 以后就把这些名字写上去 就是翻译 还有这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网络上看到这个 这个翻译是我翻译的 了解吗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在翻译 我翻译出来 我不是要大家的讲声 是因为被逼的没有办法 要做这个事业 没有中文资料怎么办 还是要翻译 所以呢 一段时间一直在翻译 一直在翻译 一直在翻译 那认识了艾德美 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生 那介绍人在韩国嘛 对不对 我的介绍人都在韩国 所以怎么办 我也有公司的网页里面的 BOD里面的 董事长是陪伴我成长 董事长 董事长非常体贴 任何时候叫他来 他就出来了 真的 非常体贴 还有李生云博士也一样 随时叫他出来 晚上睡不着觉 就安一下 他就来了 来了以后跟我讲解做人的道理 所以他是 他是我的人生的导师 真的 非常非常感谢公司的一个系统 非常幸运的 常常会成功者翻译 虽然不知不觉 我也自己才钻石而已 觉得我已经是尊王了 这个要不得的事情 真的 常常会成功者翻译 也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一直一直翻译 有听过翻译的人举个手 也不少 谢谢 这些你们就是见证人 不断的做翻译 因为跟成功者接近 所以成功者所讲的 都进入到我的前一次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是皇家大师 真的 所以动作也是 拿的是钻石的奖金 我还是玩皇家大师的用法 还得了 不行 那不断的分享 每一个这样 有没有看到 各位在这个画面里面 会看到 我都夥伴 他今天也都在现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成功学育的时候 总个人数 我都夥伴的人数 总个人数 很多很多开始做分享 这个是比较大型的 家庭的这个 home party 很多 不断的去 伙伴叫来叫去 到这边到那边 跑来跑去 就是分享爱多美 就是分享爱多美 不断的不断的分享爱多美 因着这样 有没有 公司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 这个 开幕以前的说明会 在高雄举办 高雄举办 我们就去了 结果 那个时候谁都不认识 现在拿受教育来看 那个是谁 那个是谁 都通通跑出来 那后面 这一位是谁知道吗 后面这一位 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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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总经理 你看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欧巴 你知道吗 现在是阿加西 大叔 你知道 被这个爱多美 五年来摧残 为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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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不断的努力 那个时候的研讨会 说明会 在台北 也设立一个小小的筹备处 跟伙伴一起 一起不断的 在推广爱多美 也去过韩国 那这个是在2014年 1月7号 就开幕 有没有开幕 董事长来了 对不对 我们都伙伴一起 就是 柯玛玥玥的代表 金志峰代表 也有 那这边 就是伙伴一起呢 一起呢 一起派纪念教 纪念教 有了2014年台北的 一日研讨会 大家 现在研讨会 跟这个时候的研讨会 差别大不大 大 大概只有那一撮人 了解吗 只有那一撮人而已 台北的研讨会 台北的研讨会 现在你看差别多大 这个就是爱多美 在台湾的一个成长史 而且 那第一届的 这个 这位美女是哪一位 都认识张沙拉 这个中交联合的中间 这是第一次的 4月11号 第一次的台湾的成功学院 你看 这个时候来多少人 知道吗 各位 200多个人 200多个人 那现在有多少人 什么良心 2000人是一个地方 现在是两个地方 将近4000人 将近4000人 是抢地的关系 了解吗 抢地的关系 才4000人 那刚刚那个 我们的剧总 跟我们开始丢文字了 台北要快一点 找抢地了 成功学院的抢地 还有一日研讨会都不够用了 有没有看到 后面都站着那么多 好朋友在后面 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 抱歉抱歉 你看都爆满了 所以一日研讨会 场地也要扩大了 扩大 好 那这些人也跟伙伴一起 一面玩 一面再做这个事业 真的 很多伙伴一起到韩国 有啦 在爱多美呢 我不断地学习 真的 一个在菜市上 卖衣服的 卖水饺的 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站起来 还像人模人样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 遇到了爱多美 爱多美不需要 我们多大的能力 真的 因为爱多美 已经把那个系统的设计好 就好像什么 好比什么 好比就是 我们用手机 一按就拍 很简单 对不对 那很简单 里面有没有很简单呢 里面很不简单 爱多美就是这个 爱多美把这个系统都借掉 我们只要去 按一下 又棒 又 又 又美的照片呢 就可以拍出来 了解意思吗 所以呢 在爱多美不断学习以后呢 我认识了爱多美的本质 那什么叫爱多美的本质 爱多美本质就是什么 就认识了传销的本质 了解吗 传销的本质 就 理应 为了一般人 所怎么样 所 研究以后呢 一般人 让一般人可以有机会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 制度 叫传销的 真正的核心概念 所以不需要投资 但是呢 只要用日常生活用品 也不需要用什么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就是 我每天每天要用的 日常生活用品 以后呢 因为感动 对吧 用了有感动 东西这么好 教会有这么的这么的 优质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感动 分享给伙伴 分享给家人 分享给亲朋好友 那时候 公司呢 也感谢我们分享 所以呢 他把一笔钱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了解吗 其实爱多美不需要任何的 一个投资 只要把这个爱心 分享出去就好 把这个价值 分享出去就好 所以呢 就认识了什么 传销的本质 传销的本质 就是这样 了解 所以爱多美呢 落实了传销的核心概念 生活必须平衡 消费者只购的 不需要透过财团 不需要透过财团 消费者是财团的什么 对手 为什么传销的出来 因为 现在大家也知道吧 你看很大很大的 龐大的财团 今天呢 看到一个流通页 我看到新闻 一个流通页的 哪一个流通页 亚马逊的老板呢 亚马逊的老板呢 成为世界首富 连那个比尔盖茨 都不是他的对手 了解的 OK 好 所以呢 啊 传销的核心概念 原来是怎样 就是生活必需品 高品质低价格的供应 因为好 因为好又便宜嘛 新城满意顾客的 不断的分享 创造出来的利润呢 分享给消费者 对不对 凭着这样 公司也不需要用到 什么广告费嘛 对不对 也不需要 刚才董事长讲的 不需要什么 有社会的那些钱 也不需要店面嘛 所以呢 埃登茨茨 有极低的什么 营运成本 大家什么叫营运成本 知道吗 为什么名牌的东西 要价格那么高 是它要在哪里 看中山北部 非常棒的 精华 精华酒店的旁边呢 要设一个很大的店 对不对 旗间店 那个店的租金是多少 里面用的一个人才啊 一个高阶的人才 还有多少的薪水 对吧 这些东西呢 都是什么营运成本 再来是 你看那个杂志里面 所有的杂志里面 对吧 这些广告全部都已经 都在里面 这些都是成本嘛 对不对 这都是营运成本之一 了解吗 所以呢 你看 埃登茨 可以把这么好的东西 可以这么低价的 可以供应给我们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没有电 没有接鞋费用 所以公司的营运成本 是极低极低 极低到大家想象不到 了解 所以呢 大家假如 我在这边呼吁一下 大家要不要这个公司啊 公司的客户啊 客户 要不要用2000个人来 服务大家好不好 啊 为什么不好 成本增加啊 黑木银卖8000块就好了 对不对 牙刷卖200块就好了 了解吗 所以呢 有一些问题 尽量在这个自己的上线啊 有没有啊 上线啊 那个中心呢 去询问是比较好 了解 那很多事情 尽量不要打到公司去 了解吗 那领袖也应该要 担付起这个责任 对吧 天 那这个是我 我额外跟大家呼吁的 这个事情 刚好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了 了解 公司不可能用2000个人嘛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 东西都会变贵嘛 所以公司 公司是把这个钱 都在刀口上的公司 了解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 因为公司都是大家的 对不对 公司都是大家的 公司把这个行销的这个群给谁 给大家呢 了解吗 所以公司跟我们是一体的 公司跟我们是一体的 OK 好 但是呢 商业化以后 就有什么 加入费 进入费 抄抄抄等等 这一般的传销公司 有没有 这样的作为 所以呢 在社会上呢 引起很多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认识到爱多美 将为什么 翻转流通业 了解吗各位 爱多美 会不会翻转流通业 会 各位 什么都是流通业 了解吗 什么都是流通业 白公司是不是流通业 对吗 传销是不是流通业 大卖场 Seven Seven也是 全链也是 通通都是 还有什么亚马逊也是 什么淘宝也是 通通都是 但是有没有一家无条件的 这样可以 可以 努力的 努力的把35%拿出来 分享给消费者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爱多美的本质 所以这个看清楚以后 不要去传爱多美的时候 把它像一般的传销公司 也要这样传 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很难传 了解吗 OK 那认识到爱多美以后 就认识到什么 爱多美企业的本质 爱多美企业的本质 爱多美的产品是不是 宏海的产品 是不是宏海市场的产品 生活用品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对吗 生活用品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 生活用品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是什么 就是一个 竞争很激烈的商品 对吗 但是爱多美的走法 什么样行销 而行销就是以蓝矮的成绩 没有人走过的路 什么路 无条件的把35%拿出来 了解吗 OK 所以把这个大家清楚 而且爱多美在哪一个位置 爱多美在滇子商务的位置 他是在滇子商务的位置 所以呢 他的营运成本是极低的 了解吗 营运成本极低 他把奖金给我们 他的产品的价格 还是有什么 行政力 了解 比大卖厂还要便宜 OK 接下来什么 不单单这样 他现在已经走到什么 绿海的策略 什么叫绿海的策略 绿海的策略 绿海的策略 做好的产品提供给我们 对不对 港岸公司的员工 港岸消费者 所以把这些的利润呢 一起共同拥有 共同分享 这个叫绿海的策略 所以未来是没有这样做的话 这个企业是很难生存的 了解吗 所以目前呢 目前到爱多美有做到这样的 爱多美在努力在做这一件事情 可以爱多美一个讲识好不好 爱多美是 大家常常看到这个天鹅嘛 有没有 新朋友大概没有看过 很多老朋友都有看过这个天鹅 那这个天鹅呢 爱多美那个韩国人叫白鸟 白鸟 白鸟的韩国翻译叫Petjo Petjo的意思就是100兆的意思 所以爱多美的营业目标 一年的营业目标是多少 100兆韩币 100兆韩币就是多少 3兆台币 这个也不是长期的目标了解吧 明年的大陆时间也要开 印度时间也要开 现在今年呢 眼前就放在哪里 澳洲 印尼 印尼还有什么 越南 印尼跟越南就是差不多3亿人口 是台湾的十倍了解 各位 所以这么大的市场呢 在后面都在排队 排队 那明年俄罗斯的市场打开以后呢 俄罗斯通往哪里 通往欧洲的窗口就开始打开了 所以公司呢 现在在欧洲已经开始布局了 了解吧各位 而且在土耳其 已经有一个分公司在那边 那这一个就是爱多美 以后要走入到全球 全球 所以呢 你看 抽小鸭 大家看出这个传销公司 有没有 小小的爱多美 刚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 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开始 抽小鸭现在变什么 小鸭了 所以呢 在爱多美彻底认识了什么 爱多美的本质以后 就认识了什么 资本生产也还有收入 刚才黎生产不是讲吗 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边 是不是提升大家的什么 资本利 资本利 这边讲的资本利 不是讲金钱的资本利 知道吗 资本利 所以呢 大家好好拥有这些资本利 所以在爱多美 是什么问题 是熟练的问题 大家去分享爱多美 是一个熟练的问题 不熟练的问题 这个需要什么 很大的什么技术吗 不用嘛各位 努力做 努力做 努力分享 一定会有一起 一起同感的一个人 革命情感流会出来 那一起 一起让他成功就好 那爱多美的奖金制度 就是这样设计的 了解吗 让伙伴成功 我也一起成功 OK 所以学习到我们在生活在什么 资本主义的上 经济体制里面 认识到拥有资本利 才得以摆脱婚禁 所以这个资本利 要从哪里取得 就在一日研讨会 中心的说明会 还有成功学院 最主要是成功学院 了解 所以呢 大家真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像我这样 蔡西亚出身 有没有 蔡西亚出身 卖水饺出身的人 也可以拿着麦克风 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的话 各位想不想这样 想的 想的那个声音 有一些人想 有一些人想 有一些人 那学习到在爱多美 成功有三个条件 冷静的思考 但是我还好在韩国 稀里糊涂地去成功学院 对不对 加入冷静思考 可能不会去 但是呢 真的各位 跟各位讲 冷静的头脑 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吗 不要说人家 就牵着鼻子手 不要这样 现在资讯又这么发达 对不对 一拿手机Google一下 就知道这个全貌在里面 了解吗 所以呢 都要什么 我在这边讲多好 请你 请你 自己再去认证一下 对吗 OK 好的话 大家就用温暖的心 就是正善 善略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 跟态度 来做这个事业 就OK了 了解吗 再来呢 要不要勤快 勤快是最基本的 勤快 在家里拿着遥控 其实不可能成功的 了解吗 可以电视看 可以看电视 可以电视看 这样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了解吗 所以呢 一定要什么 勤快的手脚 所以爱多美企业的本质 企业不断 更贴近顾客的需求 更进一步什么样 共享利润 在这边看到什么 爱多美的董事长呢 我一生的梦想是什么 让世人脱离贫穷 真的 那企业应用的本质是什么 要用爱的颜色 最正爱灵魂的企业 对不对 在那使顾客成功 爱多美以顾客成功 为第一个目标 最定的最高目标 就是让顾客成功 再来是消灭贫穷 最大的商机就是消灭贫穷 这是温世仁曾经讲过的 把利润分享给消费者 再来呢 比尔盖讲过什么 我这一生啊 这一生啊 就是让人类想快速的进步 所以呢 他大学都没有毕业 那么好的大学 哈佛大学呢 没有毕业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快点快点 把这些软体推给世人 让世人呢 可以什么 可以快速的进步 他的出现有没有进步 有嘛 但是呢 他讲第二句话什么 至于变成世界首富呢 纯粹是一场意外 真的 那我也是 我把32块 我的牙刷 97块的牙膏 有没有 还有255的这种面膜 这么好的洗面乳等等 这些东西呢 不断的不断的分享以后呢 现在成为星光大使 是不是纯粹是一场意外啊 各位 真的 那认识爱多美的本质 又发现什么 爱多美具备了 我们可以成功的 绝对的客观条件 所以大家不要 不要说去怀疑公司 我是这样讲啦 放心 公司把这些的系统 全部都做好了 那剩下来谁的责任 自己 自己的责任 剩下来就是自己的责任 那 这位是谁 亚历山大大帝 他曾经讲过什么 我不害怕有一只绵羊 所带领的一群狮子 但我害怕什么 有一只狮子 所带领的一群绵羊 各位 看下一张 大家就开始开戏了 董事长变狮子 那 我们的董事长是不是一只狮子 那狮子不是说 叫大家去抢线 不是这一个 不是残忍 狮子有什么 狮子象征什么 一起念一下好不好 一起来大声 勇气 担待 正善 责任 创意 梦想 永续 爱 策略 谋略 魅力 坚定 谦卑的心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厉害 我们当绵羊就好 了解吗 跟随董事长 有没有 所以不需要自己太厉害了 董事长 厉害就好 了解 雅力善大都会怕我们 了解吗 OK 所以呢 我们只要以爱 正确的心态跟态度出发就好 第二个开始说什么 让自己脱离贫穷 是一种责任 对不对 各位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讲到 我们不可能选择我们的家庭 对不对 我们的原生家庭是不可能选择的 但是以后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富有的人 是谁的责任 自己的责任 这就要将白烂自己活下去 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吗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话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责任 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了解吗 至于帮助别人 拥有知识 让他成为一个脱离贫穷的 更是什么 大爱 各位 还有大家知道古圣巴菲特 对不对 古圣巴菲特曾经说过什么话 他说人生就像滚雪球一样 其实我是这一句话 真的是非常写我的心 人生就像滚雪球 滚雪球 血球是怎样 从小的开始慢慢滚 慢慢滚 变大 那要不要湿的 湿的血才会黏起来 对不对 就是让自己要成为一个 有吸引力的人 对吗 就会像滚雪球般的 不断的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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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刚开始有这样吗 不是 那也是什么 在爱多美的环境里面 不断的学习 以后爱多美提供了什么样的平台 各位 邪货是爱多美提供的 为什么叫邪货是爱多美提供 爱多美东西要推销吗 各位 不用 不用 那什么样的东西要推销 东西贵的话要推销 对不对 东西好又便宜就不需要 他自己是一个邪货一样 禅民人自动会滚下去 了解吗 所以自动滚下去的时候 那个我又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 有没有 有魅力的人 会不会一直变大 一直变大 那什么叫有吸引力的人 吸引力的人就是 第一个要谦卑 对不对 谦卑要有倾听的耳朵 吝啬的人是有吸引力 常常发脾气的人吸引力 好像丢我讲的 吸引力的人的品格是 慢慢磨练出来 不是天生就这样 各位 在爱多美的环境里面 透过董事长 李生元博士 还有一些成功者的一些 成长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分享 大家可以慢慢可以 脱胎换果 脱胎换果 又成为又是一个吸引力的人 又遇到了爱多美的平台 斜坡 那不成功会怎么样 不成功就是奇迹 了解吗 所以呢 以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方式来 在爱多美里面 要什么样的态度会心态 一定要什么 坚韧 坚韧 就是热情与坚韧来做就好 那这位是一位博士 是华人 他发现了一个什么 可以预测成功的一些重要的特性出现了 他不是什么 社会智能 也不是什么 人的相貌 人的奖向 也不是什么 优质的体态 更不是F指数 那就是GREED 而GREED也什么 跟脑口说心 关联系 连贯在一起 这就是热情与坚韧到最后的一个精神病 好 各位 我在菜市场卖水饺 卖衣服的 现在我可以拿麦克风 那个时候的我可以拿麦克风 来跟大家这样分享吗 所以这个是透过后天的学习 后天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习以后呢 我的脑呢 从心可说 了解 所以不要看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讲这些 都没有用 好好的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 改变家庭的命运呢 来在爱多美里面好好学习 一起成长 好不好 所以GREED是什么 把GREED改成爱多美好了 好 GREED 爱多美是向着目标 长时间以热情与坚韧坚持下去 爱多美是长期战 爱多美是不管太阳升起 太阳西下 咬近怎么样 咬住什么 我们的未来绝不放弃 但是这不是坚持一个月 而是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为了实现梦想来努力 坚持到最后 GREED是我们人生的马拉松 而不是乱跑情深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好 可以爱多美一个讲声 你们爱多美真的可以 这样可以讲 好 那感恩公司的系统 我讲过了各位 不是我的能力 真的 我非常感谢公司的系统 也感谢我们的伙伴 也不离不弃啦 不离不弃 我这么多的不足 这么多的缺点 但是他们愿意盖起来 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拼 一起 以后呢 我总于呢 在去年 去年底的时候 升上来的新光大师 非常感谢 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公司的系统 还有我的伙伴 了解吗 我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家人 在后面默默的支持 还有我的妻子 所以呢 今天我精神到的系统大师 给公司 给我的伙伴 给我的家人 一个奖赛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因着这样呢 我每次都很亏欠我的 我的太太知道吗 因为常常想带她去玩 但是呢 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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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吓死 吓死 我太太也很有智慧 她知道 有一天总有会去 所以等到现在 去年呢 因为免费嘛 公司交代嘛 所以接待 所以免费去了一趟旅游 我没想到我太太那么开心 我没有看过她那么开心 了解吗 我以为她会避暑 很避暑 了解 结果呢 比谁都开心 玩得太开心了 以后呢 应该就是去 玫瑰大师之旅 那今年好像还要去 今年是四个人 因为我兴光大师了嘛 所以四个人 带着两个儿子 我太太我 四个人呢 可能要去公司 准备的非常豪华的 这个兴光大师之旅 感谢公司 给公司一个掌声 谢谢 还有得到妈妈与家族的肯定 我是一个在家里 是不是头筒人物啊 有没有人提过婚啊 对不对 提过婚你看 一直过着不是很顺遂的生活 所以谁会最担心各位 妈妈会最担心 真的是 这个是最大的不孝 最大的不孝 因为遇到了爱多米以后呢 我呢 我呢 改变了 改变了 所以呢 得上什么 家族的肯定 我妈妈呢 刚开始呢 非常的反对我做这个 我妈妈也不知道嘛 对不对 非常的反对 那现在呢 现在呢 哇 海苔为什么那么好吃啊 就比韩国的海苔还要好吃 他现在人在 常住在大陆嘛 大陆的这个 山东 威海 常住在那边 所以每次要去的时候 他说 一定要带海苔来 哦 这样子 每次都在提醒我要带海苔来 再来呢 他就给他拿蜂蜜饮了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年龄85岁了 各位 他的皮肤好不好 有没有感觉好不好 皮肤 来 这我妈妈 85岁了 精神很好 他现在还可以坐飞机 自己独来独往 了解吗 那当然我们不放心啦 所以我们一定会陪伴 不会这么残忍 叫人 你独来独往 你就自己独来独往 不是这样 我们一定会陪他了 了解 还有在家族的聚会里面 以前呢 常常我是什么样 坐在一个角落的地方 抬不起头来 因为我们疑惑过嘛 对不对 家里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家里是基督徒嘛 对不对 都是基督徒 所以礼拜天一起见面 都会唱诗啊 唱神快乐 玩过色录的时候 在家里呢 也得着了什么 有很好的祝福 现在的星光大师 在对面就成为星光大师以后呢 更肯定这个事业 是一个好的事业 是一个良善的事业 所以他们也都加入会员了 以后呢 他们也开始想慢慢的想活动 这么多年呢 现在才活动 你看 我人生多么的失败 对不对 那我人生过得 成功的 弟兄姐妹 兄弟姐妹 会不会很相信我 对嘛 那我做到 做到星光大 才开始进来 开始有一点 要进来做 有没有 所以我的人生 真的过得非常的失败 好 这个是我在埃多美的一个心得 各位 这个是诸子的诗 我在埃多美的时候 最学到这一首诗 了解吗 其他诗我不知道 所以不要问其他诗 好像我是文人一样 不是 只是卖弄一下 好不好 作业江边春水深 蒙从寄见一毛钦 香賴王会推育力 今日中流自在行 就讲什么呢 昨天晚上夜里 春天的雨水不断的涌入 蒙从寄见讲什么 就是军见 很庞大的军见 因为没有水搁浅在 这个岸边 了解吗 怎么推都推不动 这一毛钦的 一毛钦的 因为水不断的 就一毛钦的浮上来 想賴王会推力 就是以前一直推 把药推到海里面 没有办法推过去 而且 今天中流自在行 今天在海中央 自由自在的 想到哪边 都可以到哪边 就是说 我遇到了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我遇到了埃多美以后呢 因为埃多美的系统太好 东西又好又便宜 又有35%的奖金 所以呢 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伙伴进来 消费者进来 所以呢 我的什么 我的这个星光大师的头衔 会不会很重呢 星光大师的头衔 一毛钦的浮起来 了解吗 以前呢 我的人生呢 不断的失败以后呢 想过成功的生活也没有办法 没有努力过嘛 也有努力过 对不对 但是呢 还是失败受伤 但是遇到爱多美以后 现在在爱多美呢 我的头衔 星光大师一毛钦都浮上来 现在呢 在海中央 现在呢 各地马来西亚好 菲律宾也好 柬埔塞也好 泰国也好 都有去过呢 韩国 还有日本也有去过 我以前何德何能可以做这个 我以前只有去一个地方而已 台湾 从韩国到台湾 所以我以前只有来过一个地方 叫台湾 了解吗 那其他国家想都没有想过 但是呢 遇到爱多美以后 我的人生完全的翻转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在爱多美都成功好吗 好 明年大路就要开了 各位 加油努力了 明年 明年大家都成为什么 玫瑰 星光 皇家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